北京青年报记者从国防科工局、国家航天局获悉,12月8日凌晨20 23分,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,用长征三号以运载火箭,成功发射长额四号探测器,开启了月球探测的新旅程。 长额四号探测器,后续将经历的月转移,进月制动,环月飞行,最终实现人类首次月球背面软着陆,开展月球背面就位探测及巡视探测,并通过已在使命轨道运行的雀桥中继星,实现月球背面与地球之间的中继通信。 月球背面具有独特的电磁场环境和地质特征,特别适合开展低频设定探测等空间天文学,研究和月球物质成分探测等科学研究。 同时月球背面着陆探测上述国际恐怕,有利于增进人类对宇宙未知奥秘的认知。 嫦娥四号任务的工程目标,一是研制发射月球中继通信卫星,实现国际首次地月拉格拉日L2点的测控集中继通信。 二是研制发射月球着陆器和巡视器,实现国际首次月球背面软着陆和巡视探测。 其科学任务包括开展月球背面低频设定天文观测与研究,开展月球背面巡视区形貌,跨物组分,及月表浅层结构探测与研究。 试验型开展月球背面中子幅设计量,中心原子等月球环境探测研究,为增进国际交流与合作,扩大开放共享,嫦娥四号任务中海与荷兰,德国,瑞典,沙特开展了四项科学在何方面的国际合作, 大概了三千尤哈工大等国内高校研制的科学技术试验项目。 中国探月工程自2004年启动以来,已经取得四战四截。 2007年,嫦娥一号任务实现让月探测,实现了中华民族千年奔月梦想。 2010年,嫦娥二号成功发射,获得国际最高的七米分辨率,全月图和月球红湾地区1.5米高分辨率直部影像图, 飞至150万公里远的日地拉格朗市L2点进行环照探测。 此后对700万公里外的图塔蒂斯小行星进行高精度飞跃探测。 2013年,嫦娥三号成功落月,并开展月面巡视勘查。 实现了探月功成效、落、回、三步走的第二步战略目标。 嫦娥三号着陆器,成为了在月球表年工作时间最长的人造航天器。 2014年,再入返回飞行试验任务圆满成功,突破和掌握了航天器以及进第二宇宙速度,再入返回关键技术。 北京包记者,雷家通讯员蔡金曼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